好了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 全力以赴的我们 我们看到现在 红角和蓝角的选手 已经上场了 表演 林丹加油 比赛现在开始 抱纯来占据臂展的绝对优势 我们看能不能用得出来 林丹冲进来了 用快拳想要压制 他进不了他的身 用自己的重拳 而且我们看林丹是个反架 左手拳的进攻 如果两个人是出在对价的情况 抱纯来的连续进攻 很棒 停 听阻力 抱纯来 不许抱人 林丹也太狠了 狠狠了 他真的 他昨天打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种 好了 从双方分开 林丹现在冲上来 我们看前手自拳击倒了 我的天哪 打 独了八秒 抱纯来开始护腰 过去 五 六 七 八 腰怎么样 没问题 扣了两分了 纯来哥应该 现在应该是八比十了 常常都比飞 在中国 由于我们的字体 对于右手的比较乐观 比较善意 所以绝大多数选手都是右撇子 林丹这场比赛选择了左撇子 左手的轮摆 是打得不出来的后脑 不要后脑 不要打后脑 前手的自拳 再一次 再前手 林丹换架了 看来林丹是一个双甲选手 前手自拳 跳起来了 跳起来了 超级单还想扣球吗 两个人没有对于距离的过多纠结 刀 对 他们这个太激烈了 简直就是感觉只有这一回合 林丹的权的杀伤力太大了 杀伤力很高 拼口略 放 好了 比赛继续开始 这场比赛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林丹还是选择了快脚步压制 打进去 用自己的重拳压制鲍春莱 而鲍春莱 由于没有办法破开林丹的前冲 左手两次 三次 四次了 鲍春莱发起了一波连续的进攻 我们来看 疾风咒语般的打击 打到了林丹的头上 爆出来终于觉醒 第一回合结束了 跳动 加油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来 空圈水 刚才在第一回合中 林丹是选择了快速的突入 而且也是我们开场以来 唯一的一位用反架进攻的选手 林丹的重拳在自己的左手上 这也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比赛方式 而鲍春莱本场比赛 拥有绝对的臂展优势 在拳击比赛中 臂展就是硬实力 不过刚才已经被独秒一次 那么双方的起评分数 将会从林丹十分 而鲍春莱以八分起评 也就是说 第一回合林丹已经拿下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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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第二回合 那鲍春莱能不能利用自己的臂展 那林丹再一次冲进来 鲍春莱的连续进攻 对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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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想要把头扎进来 抱住鲍春莱 这样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林丹一定要小心 鲍春莱的连续重拳的情况下 如果把自己的头冲得太过于靠前 很有可能被对方击倒 而鲍春莱现在就在等待着一次击倒 林丹漂亮 左手摆拳 鲍春莱 左手摆拳 鲍春莱没有距离的情况下 是完全没有出拳机会的 鲍春莱 林丹 摇闪 过去 抱住来 左手摆拳 林丹的右手直拳 再次前刺 前后手 这也是我们本次比赛 所有选手里边的体能天花板 最强的两位选手 好 裁判在搂抱之后 警告两位选手 打开 裁判警告林丹 不可以再进行搂抱 林丹够撑得特别猛 林丹的杀伤力太大了 听我说 不许鸡打护脑 不许鸡打护脑 听我口令 明白吗 听到了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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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林丹对方 对手来 走 走 前手刺拳 林丹再冲进来 左手拳 变了一个步 正面对敌 鲍春莱现在没有办法跟林丹 破开防守 今天林丹的搂抱战术为自己 创造了非常多的进攻机会 林丹再次进来 上钩 推过去 林丹的左手摆拳 不过把自己的距离拉得太近了 这样的比赛 自己也没有有效的进攻 春莱哥的手太长了 距离太近 他就很容易勾到后面 好 四秒 好 好 好了 最后的十秒 第二回合就要结束 林丹的前手刺拳明显没有对方长 鲍春莱的且战且退的黑战术 很漂亮 连续 这次连续拳 漂亮 好 好 好了 第三回合现在开始了 那对鲍春莱来讲 控制好距离 用自己的前手来压制林丹 才是自己最擅长的 那么现在对于鲍春莱的局势 已经非常难了 林丹是不顾一切地 要用头冲进去 然后用快拳打击鲍春莱 鲍春莱开始出大动作了 我们看左手的摆拳 这场比赛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个 有腰伤 并且腰伤到需要打封闭的鲍春莱 我们看到了两股活热的灵魂 和体育的 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鲍春莱连续的两次刺拳 击中了林丹两次 漂亮 漂亮 左手的摆拳 林丹非常的聪明 把自己的头压得很近 刀 你看春莱哥只要一直用前手拳点他 林丹哥很难进来 打住 击中了 林丹突然冲进来 连续的重击 冲到身边了 左手摆拳 勾拳摆拳 裁判接住了 我的天哪 林丹的后手直拳正塞在下巴上 前后手的直拳打中了鲍春莱多次 由于鲍春莱没有把自己的下巴含住 这连续的五次重拳 就是要把鲍春莱击倒在拳台上 走 走 走 再次赌秒 第三回合的起评分 鲍春莱再次回到了八分 鲍春莱 比赛还剩最后的三十秒 鲍春莱要如何处理呢 林丹已经把头完全压了进去 不给鲍春莱施展臂展和直线打击的机会 林丹在拳台上面的情商和拳伤 一样是非常高的 那么现在对于鲍春莱的局势已经非常难了 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于鲍春莱来讲 能不能改变自己的战局 走 其实对于现在 很多观众都已经有了答案 但对于鲍春莱的执着来讲 对于他一直努力的汗水来讲 鲍春莱不会放弃 漂亮 勾拳漂亮 鲍春莱找到了一个机会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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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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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鲍春莱打满了三局 是的 非常棒 打得非常好 好 有请我们的医疗监督上台 对双方拳手进行检查 就是我整个下巴都掉到地上了 我属实没想到 鲍老师他今天可以打得这么猛烈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 他的决心已经大到 让他自己的生理完全没有被这个痛去阻碍 我觉得这个才是厉害的点 林丹是不顾一切地冲进去 然后用快拳打击鲍春莱 林丹再冲进来 用自己的重拳压制鲍春莱 鲍春莱发起了一波连续的进攻 急风咒语般的打击 打到了林丹的头上 看一眼 林丹现在冲上来 我们看前手刺拳击倒了 我的天哪 林丹的后手直拳正塞在下巴上 前后手的直拳打中了鲍春莱多次 就是要把鲍春莱击倒在拳台上 那么现在对于鲍春莱的局势已经非常难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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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于鲍春莱来讲 能不能改变自己的战局 勾拳漂亮 鲍春莱不会放弃 加油 这场比赛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个 有腰伤并且腰伤到需要打封闭的鲍春莱 对于鲍春莱的执着来讲 对于他一直努力的汗水来讲 鲍春莱不会放弃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最终结果 红角一致性获胜 掌声送给林大